俄羅斯連續兩天空襲烏克蘭 首都基辅在二十六號遭到轟炸 飛彈擊中了一棟住宅大樓 還有幼兒園 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傷 而正在德國參加七大工業國峰會的 美國總統拜登以野蠻行徑 來形容俄羅斯的轟炸攻擊 而為了加強制裁力道 G7成員國宣布 將禁止俄羅斯黃金進口 英國也加入了制裁行列 青島的公寓廢墟裡可以看到 有一個人被壓在底下 救難人員將他救出時 已經明顯死亡 烏克蘭首都基辅二十六號 再度遭到俄羅斯的飛彈轟炸 四區一棟九層樓的住宅大樓 傳出火勢冒出濃濃黑煙 建築物受損嚴重 瓦利還砸毀停在一旁的汽車 軍民倉皇逃生 表情驚恐 身上還有血跡 這是首都炮火在平息二十天後 再度傳出爆炸聲 飛彈擊中住宅大樓 和幼兒園造成一絲武傷 基辅市長強調 這場空襲卻在北約峰會前恐嚇烏克蘭人 美國總統拜登在G7七大工業 國集團峰會以野蠻行徑 來形容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辅 的最新轟炸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表示G7領導人 有足夠的能力來阻止俄羅斯 對烏克蘭甚至整個歐洲的侵略 在基辅被空襲的幾個小時後 英國宣布將加入美國 加拿大 日本等G7成員國的行列 一同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 試圖加強對莫斯科的制裁力道 公視新聞界委員編譯